抗战是一支特殊军队,人数是日军的十倍,干的是比日军缺得一万倍。 当年抗战时期有这么一支军队他们讲着中国话吃中国的饭,但却做着猪狗不如的是他们不仅透露国家机密,而且还帮着日本人打我们中国人,非常卑鄙人们都说他们是叛徒。 而且这些叛徒的人数甚至还超过了日本人呢,这些人就是日伪军,问我们百姓习惯性,把他们叫做二鬼子,以此来表达他们的怨恨和鄙视从整个世界来看,当时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叛徒多过我们的国家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人比较多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伪军呢? 其实,我们要从日本当时的伪满洲国开始讲,因为那个时候的二鬼子,很多我们知道伪满洲国,其实是日本控制的。 每个军区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日本人虽然看起来像领事中国人担任,但是却没办法听中国人的命令,都要由日本人来领导。 有些人觉得,二鬼子虽然看起来战斗力非常大,但是其实他们的水平不怎样,他们都是我们的中下等兵来组成。 的因为里面,有一部分是没及时撤走的东北军,而东北军真正厉害的那部分军已经被张学良给带走了,所以剩下的那些军队其实不强,而且也没什么好的装备。 那个时候很多伪军,也只是土匪而已抗战时期。 东北的土匪非常多,虽然他们人多但是没时,买好的装备战斗力也很一般,更没什么人对他们进行训练过。 所以很多人只是凑个名声而已,实际上都没什么用的但是这说的是小土匪。 还有一部分大土匪就不一样了,但是他们比较爱国,所以不会轻易出卖自己。 小土匪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所以就被日本人找去当枪了。 因为这些伪军的成分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日本军人理念大多都是体力比较好的,而那些伪军则是被挑剩下的比较老的他们拿着垃圾武器,基本是都是属于中国人的因为他们给了伪军很低级武器,使得他们在战斗的时候显得十分低级。 那些真正的日军则用高级武器,战斗力比他们高很多倍但是伪军有整整十五万人人数这么多,日本还是会比较怕的毕竟中国人比较多。 如果日后造反就惨了,所以经常安抚他们。 不仅如此这些伪军也不全是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但是他们的装备也是很垃圾。 那这些伪军用这么垃圾的东西可以干什么?那其实伪军主要的任务并不是去打仗,而是拿来镇压那些无辜的中国百姓。 的那些百姓有时候感到不满同样是中国人,却要被中国人镇压所以对伪军尤为愤恨,超过对日军的仇视。 当然,日本也不会白白养着这群人,他们把伪军当成利用品没事,把他们拉去战场过过场。 有时候,更是直接把这些伪军拿去送死,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有很多中国人竟然公开投降了日军这些,都是伪军他们说就说抗日。 其实偷偷的帮着日本人做事情,日本人还把他们称作有军真是十分可笑,而日本人还记录过他们的事情,但是提到的是有军的61军,这些军在抗日前期还表现得很不错,也见面了许多日军。 但是后来老蒋改变政策以后,他们就变了而且对八路军也很凶狠。 后来严西山,收到二队领导人发来的电报,说是宁愿做汉奸,也不投靠奖这让严西山十分生气,对他说,你不再是我的学生。 1941年这群61军就开始出发和日军,开始了勾结并且比土匪还要土匪,当地许多写报纸的人开始抨击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及时毁物人而他们并不听从。 而且,越来越猖狂后来一些人还给严西山发了电报,希望可以制止这群61军,可是61军根本就阻止不了,有日本人撑腰他们更不在意别人了。 抗日艰难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战斗力,不行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人心不齐。 一些人受到利益的诱惑,或者自身意志,不坚定,就很容易投靠的别的地方去。 这往往是造成叛徒多的原因,如此内忧外患,使得我们在抗日的时候遇到更多困难。 抗战的过程尤为艰难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请关注。 公众号静说历史,请说历史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迎接每一天。